英国首相特利沙梅10号 在议会接受质询室表示 英国政府仍然在争取 与欧盟达成协议后退出欧盟 他相信政府有能力 在脱欧问题上为英国争取最好的结局 特利沙梅还说 他依然不同意就脱欧举行二次公投 但是他也表示 在英国与欧盟正式达成协议后 议会可以针对二次公投的问题进行讨论 9号特利沙梅分别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 为再次推后脱欧日期做最后努力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10号表示 支持英国延期脱欧 但是条件是延期不能够干扰 欧盟机构的正常运作 但是默克尔同时强调 这种延期应当控制的尽可能短